之前王仁勳他也曾經講過 台灣是在這個所謂的產業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國家 他講到國家了 小粉紅的痛處 所以一大堆小粉紅就炸鍋了說 趕快啊 我們要制裁他 結果這一喊出來之後 我告訴你 有更多的小粉紅說大家冷靜一點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嘛 那你中國大陸 你現在有辦法做得比回答好嗎 不行 你還是需要他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小粉紅就出來講說 哎呀 我告訴你啦 既不如人又無法制裁 就不要管人家說什麼嘛 他們認慫了耶 我很少看到小粉紅會這樣 來 仁勳哥 我們剛剛講到一個關鍵了 這一次我們有細頓 我們還有毛 都來自於哪裡 都來自於這個男人啊 這男人在台灣也太紅了吧 這一週去了哪裡 全部都是他的影子 黃仁勳的魅力到底在哪裡 事實上你看到這一次黃仁勳來到台灣 其實他不是第一次來 你知道 可是問題是哪一個男人可以像他一樣 每一次來都引起大家萬眾矚目 你知道 你看他這一次啊 他之前不是去夜市或幹嘛 可是你知道嗎 他在這兩天的時候跑到台大去耶 好多學生啊 進去這個社群上面 快點快點 黃仁勳來了 黃仁勳來 一大堆人去包圍他 要他簽名 而且你知道嗎 甚至啊 你現在在畫面上面所看 他手上拿一個T恤 你知道嗎 居然是台大校長專程找人說 這是我們台大的這個T恤 因為他之前有那個班給他榮譽博士的學位 他說很期待看到黃仁勳啊 能夠把這個衣服 不要只有筆而已啊 你要把它穿上去啊 那重點是因為他6月2號的時候要到台大去演講 甚至還有學生啊 趕快去問校長說 欸欸欸 校長我好想去聽黃仁勳演講 我可不可以去參加 在學校辦的活動我應該去吧 對啊 沒有 校長說不好意思啊 因為那個活動我們不是主辦方啊 那是外面跟我們借場地 一票難求 所以我跟你講啊 真的是沒有辦法 那我們就講黃仁勳的這個魅力啊 欸 其實你知道嗎 他現在在整個這個產業界裡面 真的啊 很多人對他非常非常親貝 那這一次其實你看到黃仁勳啊 他這前兩天不是到寧夏夜市去啦 那大家就關注到說 哇 他旁邊還有林百里 還有張忠謀 最重要是什麼呢 張忠謀說 我第一次去夜市耶 他92歲 他第一次去耶 第一次去啊 結果你知道嗎 大家就覺得說 哇 天啊 他們到處去這個 你看很多民眾啊 跟他熱情打招呼啊 要拍照什麼 欸 張忠謀怎麼站在後面 是準備 是排隊要幹嘛的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黃仁勳 為什麼被大家那麼的關注 當然是他自己本身啊 他在揮答這個產業裡面 大家都覺得說 哇 真的非常非常厲害 但重點是什麼 你知道 小粉紅也注意到黃仁勳啊 之前黃仁勳啊 他也曾經講過說 我告訴你喔 台灣啊 是在這個所謂的產業裡面 非常重要的一個國家啊 他講到國家了 小粉紅的痛處 欸 他怎麼可以接受 你知道 所以一大堆小粉紅就炸鍋了說 欸 趕快啊 我們要制裁他 中國大陸不是最喜歡用制裁嗎 我們要制裁他 我們要抵制他 結果這一喊出來之後 我告訴你 有更多的小粉紅說 大家冷靜一點啊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嘛 我們剛剛講 揮答不是在做顯卡這些東西嗎 那你中國大陸 你現在有辦法做得比揮答好嗎 不行 你還是需要他嘛 所以你可以看到有小粉紅就出來講說 哎呀 我告訴你啦 既不如人又無法制裁 就不要管人家說什麼嘛 他們認慫啦 我很少看到小粉紅會這樣 小粉紅通常是一人出征萬人響應啊 結果沒有想到是一人出征好幾個跟他講 算了啦 您冷靜 後面還有什麼你知道 他自己爭氣才是真的耶 你要抵制這個 只要抵制那個 你到最後全世界對你反感 你又抵制完了 有本事你自己做 你做還是一件事喔 你要做得比他好 能夠做到他這個成績 你才有辦法出來抵制嘛 你看還有網友這樣子 他還真的是制裁不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都跪著要求買他的顯卡 所以你可以看到整體上面來講 中國大陸我其實覺得他有兩個武器 對於這個所謂的政治議題上面 一個是靠小粉紅出征嘛 去洗 你看之前那個藝人 只要一倍出征 大家趕快要表態啊 或幹嘛的 可是他還有另外一個幹嘛 你知道 我認為就是以傷逼政 也就是我在過去的時候 我跟你講說 中國大陸我給你一些讓利的這個空間跟條件 但你如果沒有照著我的步調走的時候 很簡單 我就取消 像最近不是要取消了這個ECFA的 這個所謂的這個關稅減讓的部分嗎 你知道嗎 他這個134項的關稅減讓 他的理由很簡單 他沒有跟你講說 因為我國家發展的政策需要沒有 他直接告訴你講說 因為台灣你這邊不承認所謂的九二共識 但有用嗎 我跟你講這個其實最簡單的是什麼 你知道 股市啦 股市反應最快 以前他只要聽到說我要制裁你又要幹嘛的 股市立刻就應聲下跌 沒有想到這一次134項裡面 很大事針對所謂化工的部分 化工指數居然在5號的時候收盤 居然還往上漲你知道嗎 所以代表什麼 股民在這件事情上面 反而沒有受到你今天要以傷逼陣是不是 沒有被你影響到啊 對 仁俊哥你剛剛有講到一個關鍵 為什麼這次我們沒辦法被逼 就是因為下禮拜六月四號的台北電腦展 太多的精英太多AI大咖 全部都來了 現在全世界都關注這一場 而且你看這一次台北電腦展 他每年都辦嘛 那老實講大大小小都有 但是最近大部分發現到好多大頭都喜歡來到台灣 參加這個所謂的台北電腦展 你光看這一次黃仁俊對不對 其實上個禮拜的時候 很多人在關注蘇之鋒啊 而且都講說這兩個都台灣出席的 你知道嗎 他跟台灣都有關聯喔 甚至連intel的執行長 基辛格 還有高通的執行長艾蒙 這些人全部都要來到台灣參加這個 所以你就會發現到說 現在台灣為什麼被萬中矚目 因為台灣在AI的這件事情上面 一樣呢跟大家講說 我們沒有落後喔 我們也是走在這個前端的 所以這個AI長矛是真的成形了 所以你看這個長矛一起來的時候 當然不會是一個人來稱 可是每一個人都是矛的時候 這個一結合起來的時候 所有的矛加起來就很厲害 尤其以輝達現在來說 你會發現到 輝達大概會 你以為說他只有做什麼顯示 那個顯卡而已嗎 沒有喔 他早就已經有另外他的這個 企業生存的方式 為什麼稱之為叫做一個矛 因為很簡單 我如果只做一個東西叫做點 我如果只做繪圖晶片這種東西 我跟你說那個不好啦 他現在開始做一條龍的生產 自由品牌的伺服器耶 全包了 所以你看喔 他從GPU的模組 然後人機板跟主機板 還有這些準系統 全系統 他全部都給你做 重點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不是說我自己來自主生產 因為他會找其他的廠商一起聯合起來 那這一聯合起來完了之後呢 每一個人呢 在他的位置上面去生產這些東西 做起來之後 反而揮達把這個每一個點 成為一個大的毛啊 寶傑 黃仁勳不是省油的燈啊 他是個非常強硬的人 會怎樣跟他拍照 他都跟他拍照了 那是跟你拍照沒有問題 但是在商場上面來說 他是絕對把你宰得痛不住 你說他當一個老闆 當一個主管是非常凶狠的 非常凶 他對屬下來說 要求都非常非常嚴格 那他小時候到美國念書的時候 那他混混每天這樣 要找他麻煩啊 所以他從小就在練身體 你看他其實身體是蠻精壯的 對耶 黃仁勳的保鏢這麼壯 而且我跟你講當然壯啊 1000億美金的身價 你會不會找壯一點的 你剛剛就講說 現在為什麼川普的話 講得越來越重 現在美國為什麼覺得 我要戰略清晰 現在美國已經講 現在台灣已經不是被動 是第一島鏈的中心 他已經不是說我控制第一島鏈 讓你中國不能出海 這個保護台灣美國的安全 是 現在美國要發展 你必須要走進AA的世代 你要走進AA的世代 你就必須要有台灣 現在這個事實 現在連美國所有的總統 都不能忽視了 對沒錯 我們講一個非常簡單的例子 像這個目前為止來說 這一次的Computex 除了黃仁勳要來之外 你看Intel的執行長 蘇之鋒也要來 然後這個超委執行長 高通 安謀 美超委 這些可以說是全世界 非常重要的這個AI的供應量 全部都要來台灣 而且他們是這樣 我們這一次的這個 所謂Computex 主辦者是黃志芳 他說我現在好困擾 因為大家都想要搶第一個 那搶第一個怎麼辦呢 我就讓他們分開錯開就好了 這個第一個 因為黃仁勳他是搶先 因為原本第一個 這個Computex的這個展覽 第一個會場演講來說 是由蘇之鋒搶下 那因為這樣呢 蘇之鋒搶下了 他很早就講了 就沒想到這樣子 因為這樣關係呢 我這個黃仁勳 我就在 前一天 我就在台大演講 然後緊接下來了 下午的時候 高通就要演講 大家都卡得非常豬 然後隔一天來說 是Intel演講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 卡來卡去 NVIDIA AMD 這個所謂的高通 大家都在卡 而且你知道 事實上這一次來說的話 對黃仁勳來講 你想說他為什麼 那麼早就來台灣 我跟他講 他事實上這一次呢 他是準備要怎麼樣 殲滅AMD 為什麼要殲滅AMD 我跟他講 殲滅AMD 對 為什麼 事實上目前為止來說 這個揮打主要產品 是H100跟H200對不對 這兩個晶片 問題是他有下一代 叫做GB200 或是GB 就是還有B200系列 100跟200 那目前 他們之前推出 H100跟H200的時候 蘇之鋒就推出一個 MI300X的這個晶片 他說我們可以贏他 但是呢 後來這個黃仁勳 又推出了GB系列 說我又可以贏你 所以他這次來怎樣 他這次來是要 要求供應鏈 你不要用這個了 我要全部升級到這邊 GB200了 GB200 B200 那我就要比你的MI300厲害了 對 那你這個就變成是廢鐵 所以等於是說 他這次來 他是要用這樣的方式 所以我一定要比你 蘇之鋒找一天演說 對 所以我就要來 所以為什麼你看他找台積電 找這個AM 找這個所謂的廣大 就叫我們 我們現在 你台積電能生產多少 GB200 能夠快一點的話 全部都來 我要趕快盡快上線 有人講 黃仁勳跟蘇之鋒 兩個有親戚關係 兩個有親戚關係 結果在商產上 殺的你死我活 抱歉 黃仁勳不是省油的燈 他是在 人家他去年是全美國 最受歡迎的CEO 可是他自己說 根本很難 人家很難跟我共識 因為我要求完美 我要的就是這個樣子 他是個非常強硬的人 你覺得他好像看起來 是很Nice的 沒有 他是很強硬的 不是 慧珍要跟他拍照 他都跟他拍照 那是跟你拍照 沒有問題 但是在商場上面來說 他是絕對把你宰得痛不 你說他當一個老闆 當一個主管 是非常凶狠的 非常凶 他對屬下來說 要求都非常非常嚴格 那他小時候 我們不知道 他小時候不是到這個美國 去念書嗎 那他小時候到美國 念書的時候 他們那時候有非常多混混 然後他們是因為他們是外來的 這個台灣過去的 他們都要去洗廁所 那他混混每天 要找他麻煩 所以他從小就在練身體 你看他其實身體是蠻精壯的 對耶 他蠻精壯的 他有在練身體喔 你要跟他打架 他不見得會打輸你啊 保健 你知道 所以他是在一個 被霸凌很凶狠的環境長大 所以他的個性其實是很凶狠的 然後他這次來的話 他當然就是要把AMD幹掉 所以蘇之鋒當然知道嘛 所以蘇之鋒要趕快 他也要來台灣 所以他要拚第一場 他要拚頭箱 結果沒有想到頭箱還有一把箱 對 而且你知道 所以你就知道說 事實上這些都是大家在互相增搏 那當然Intel也要來嘛 我理解Intel目前為止 他根本就已經不是個咖嘛 因為為什麼 因為Intel目前為止來說 他準備了 現在這個傳言中 因為Intel目前還是道雄成分股 傳言沒多久之後 他可能就會被NVIDIA取代 所以我跟你講 這些其實我們沒有看到 他們為什麼要來台灣 他們來台灣的原因是 因為大家彼此在互相爭鬥 這個爭鬥舞台 主角現在就在台灣 所以說台灣不是所謂的 地緣政治的戰場 是 台灣也是未來AI高科技的戰場 我只要能夠獲得台灣的產能 包括說同台機艦的產能的幫助 或是說有這個所謂廣達 有人保或是有鴻海等等的產能幫助 我就可以打敗對方嘛 所以這就是現在 你看他們為什麼要前撲後繼來到台灣 對 這都是有理由 而且每一個 你看蘇之鋒也是很強悍 他能夠在美國那麼多男性的CEO裡面 他能夠拔肩起來 這個都是非常厲害 所以他們幾個都是很兇狠的人 來到台灣 彼此要互相爭奪產能 爭奪人才 爭奪他們的訂單 那只有台商可以嗎 目前為止的確是這樣 因為目前為止 AI PC AI手機 或是整個供應鏈 都在台灣 所以你看誰都要來台灣 蘋果 蘋果接下來他要發展這個手機 他要靠誰跟他合作 也要靠台灣跟他合作 所以未來的AI領域裡面來說的話 台灣注定就是那個閃耀的光芒 所以為什麼現在川普會突然180度的大轉彎 因為他也常常在看這個美國的電視台 他應該知道 美國這半年來 如果你只去看CNBC那些頻道 他們講了多少晶片 chip 然後講了多少NVIDIA NVIDIA 黃仁勳每天在那邊台灣 無形之中 真的讓台灣變成是美國 不能夠忽視的角色 所以我們這個外行者看到 昨天黃仁勳帶著這個張仲謀 帶著這個林百里 到了這個林下葉子去吃 吃這個點心 結果跟他講 結果搞了半天不是 他是來搶人才 去搶地 去搶產能 原來他永遠要比蘇智峰快一步 保潔哥他今天大量軍火 什麼叫大量向軍火 今天又頁一頁所有的供應鏈 嚇死了那個名單講出來 你知道電子五哥幾乎全到 很可怕你知道嗎 包括華碩的獅從堂 包括和碩的童子協 音業達的蔡志安 偽創的林建勳 廣達的林百里 還有雲達科技的楊麒麗 中華電信的郭水義 鴻海的劉洋偉 全部今天都到齊 昨天找的是廣達跟台積電的 這個張中華 今天有特別講 昨天是林百里做東 今天是他回起 但他這一次把所有的供應鏈 全部都找來了 所以你知道嗎 今天這個餐廳前面這個爆 這是他的軍火展示 軍火展示 這是他的軍火庫 對 軍火庫 而且我跟你講 連這個受訪者 等一下 郭瑞勳的保鏢這麼壯 對 我跟妳講 當然重啊 如果妳有這麼快一千 一千億美金的身價 妳會不會少壯一點的 要說我也少壯一點的 真的 你看多少人在這邊 每一個他邀請的貴客 都是在經歷過這麼多媒體的 一個拍攝情況進去 這代表什麼意思 我的人 一定讓人 就是已經所有的媒體 都見證了 他是他的人 所以你說軍火展現 是不是軍火展現 當然是軍火展現 而且包括像雲達的總經理 楊麒麟 他自己受訪的時候就說 他說我們這一次 會把我們所有研發 兩年的秘密武器 全部都展示出來 所以我跟你講 我真的覺得 這個傑森很厲害 你知道我們台灣人就是這樣 很多事情就是吃頓飯來聊 你知道他雖然是美籍 而且美式作風 但是他用這樣的方式 一猜一猜一猜 讓所有人都見證了 我跟我的兄弟吃飯 所以你說 他跟AMD的蘇之鋒 要再PK 光是在聲量上 蘇之鋒 就已經被他壓著打了 所以你說他厲不厲害 是不是在商場上 就是江本球裡 看誰的量比較多 誰的價錢比較甜 吃飯有用 當然有用 吃一次兩次三次 而且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這些大老闆 我跟你講你平常有那麼容易 見到那麼多大老闆 沒有 那這些大老闆 為什麼今天這麼多人 而且明明知道 Jason請客 每次都一大堆媒體跟 為什麼這邊還願意來 因為他是真的是下大單 他真的也就是我們AI 整個世代的領航者 你要跟對老闆跟對人 這就是為什麼 今天這些工藝商 全部都來到這個現場的原因 那我會覺得 其實現在包括你剛剛講的 五大巨頭來 這些所有的目光 大家都被整個這個黃仁勳 給經濟抓住了眼球 所以呢這個Computex 根本未言 但勝負已出 所以今天我跟你講 蘇智峰來到台灣 非常的低調 那我就想 奇怪了 為什麼跟上次黃仁勳來 差不多 黃仁勳來非常高調啊 穿個皮 還把皮送給人家 還去夜市吃小吃 可是 蘇智峰連對他的員工講話 都要求一個字 不能外流 你說第一個 他的個性本來就非常保守 他的個性本來非常低調 第二個是 開打了 開戰了 他現在 要去搶黃仁勳的地盤 當你要去搶人家地盤的時候 對 當然是越低調越好 黃姐 這是一場AI霸主的這個爭霸戰 晶片霸主的爭霸戰 目前當然遙遙領先是黃仁勳 黃仁勳目前以96%的市占率 遙遙領先 目前MD不到2%啊 所以這樣對蘇智峰來講 他要如何完成逆襲 要逆襲的話 我來台灣的時候 我是要找可能是NVIDIA的供應鏈的時候 我當然只能夠低調 因為黃仁勳 他們的供應鏈一定會重疊 當然一定會重疊 黃仁勳當然可以很高調 你看他參加電腦展啊 然後送皮衣給這個雲打的董事長 然後還去各地方站台 然後去台灣誰呀 其實為什麼 因為我是王者 我目前是全世界的第一名 我是Leader 你知道他的市占 他的目前的市值已經來到1.1兆美金 目前的MD不過他的六分之一 你說MD現在從技術 從產能 從市值 我都對你這麼低的時候 我當然來到台灣 某些程度來說 我是來你的地盤 我當然要相當相當的低調啊 不過今天蘇智鳳也說了 因為AI的市場很大 他認為說我跟這個MD 一定可以互相的共融 但是不好意思 王者只能夠有一個 目前副比是說呢 蘇智鳳正嘗試著想要把這個王冠呢 從黃仁勳的頭上把它摘下來 雖然他們是有親戚關係 但是這一場戰 是一定要勢必開打一個局面 你說他們兩個是一個 你死我活的戰爭 對 不能共融共存嗎 當然 為什麼 因為全世界的王者只有一個 你市戰率是你的 不然就是我的 目前為止只有他們兩個 互相爭奪的一個狀況 所以蘇智鳳是一點也不能夠 輕鬆馬虎啊 好我們看到在AI晶片的世界裡面 當然黃仁勳的NVIDIA 占了領先 占了AI整個晶片96 對 可是AMD只有1.9 可是不要小開 只有1.9 因為現在全世界包括 你能夠進到這個領域 進到這個世界的 竟然只有兩個 兩家公司 一個是NVIDIA 一個就是AMD 沒錯 那對蘇智鳳來講 或許你覺得說 他現在市戰率這麼低 2%對96% 那你的市值又那麼低 你怎麼打得贏NVIDIA 王姐我跟他講 這場蘇智鳳 他就是一個非常會打逆勢 從逆勢而為的人 逆轉勝 沒錯 你看他2014年 接任這個AMD的執行長的時候 他那時候股價只有2塊 2塊錢 那時候Intel的市值比他大那麼多 你知道當時他下單給台灣廠商 台灣廠商來說 你到底會不會倒啊 結果他這樣 你說那個時候AMD是搖搖欲罪 搖搖欲罪 真的快要倒了 連他們公司內部都說 我們大家公司撐不下去了 結果沒想到 他就說砍掉重鏈 第一個 他把原本的代工夥伴 葛羅芳德 我寧可 當時已經虧損了 我再賠100億 然後我就轉向台積電 你說 他跟葛羅芳德解約的時候 賠了100億 他那時候已經虧損了 他還是照樣這樣做 好這樣做之後你看 2014年接任執行長的時候 2017年開始轉虧回應 然後到2022年的時候 正式超越Intel 現在Intel已經被他擊潰了 所以經過8年的時間 你看這種逆襲 當時他跟Intel差多少 就經過8年的時間 就把Intel給擊潰了 你覺得2014年 Intel是半導體的龍頭 當然 他當時是搖搖欲墜 到了2022年的時候 他已經超越Intel 對 那現在到目前為止來說 他又準備要展開第二場逆襲 第二場逆襲就是來自AI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現在不跨入AI的話 你下一個階段 你可能就會陣亡 這絕對不是我們隨便說說 你說我只守著我現在的CPU 對 我只守著我現在的領域 不行嗎 當然不行 我們講兩家公司 一個叫做三星 一個叫Intel 它目前在AI似乎是很難使上力 對不對 我就跟他講 這個市況到底競爭了多慘烈 2018年的時候 三星跟Intel Intel他們兩個是全世界半導體的 第一名跟第二名 2018 可是你知道到現在為止 Intel已經不知道 掉到第七還是第八名去了 然後三星目前為止已經掉到第四名了 而且虧損非常可怕 對 所以你知道這個戰爭是相當相當激烈 如果我沒有往上爬 我可能就會被別人擊倒 所以在這個時候呢 舒之鋒當然 雖然你是我的表舅 但是無論如何 我當然私底 公開場合 我是不要去這個跟你張揚 但是私底下 那個佈局呢 其實是真的真的 要向下扎哥的一個狀況 你說舒之鋒是一個非常羞悍的人 當然 但你看他今天來這個拜訪很多廠商的時候 其實他也都是要產能 要很多東西 特別是這一次 關鍵在什麼地方 我就說不論是舒之鋒 或是說這NVIDIA的黃任勳 你要登上世界的第一 你都完全缺不了 缺少不了台灣的工業 從台積店 從細品到台灣下游的所有廠商 這些都是他們來台灣 一定要完全鞏固住的一個狀況 可是你剛剛講到的 現在黃任勳剛剛講的 我已經有A100 我已經有H100 現在全世界你只要AI 你一定要用我的晶片 對 你這舒之鋒 AMD 憑什麼跟人家鬥呢 而且舒之鋒的六月的時候 他們展開了這個所謂MI300X的晶片 這個晶片就是AMD用來挑戰 這個NVIDIA A100跟H100的最重要晶片 能挑戰嗎 而且這個晶片來說的話 事實上以這個目前為止的這個NVIDIA AMD的說法裡面來說話 它裡面有一個非常重要 就是它有一個192GB的HBM 超寬頻的這個D-RAM 這個NVIDIA只有120 所以我在這個D-RAM上面 我贏過你非常多 那贏過你非常多是什麼意思 我可以再處理的速度是更加快 所以它其實有說 我們就是為了這個 你看它說這個晶片是為了大型語言的模型 還有其他尖端人工智慧模型而設計的 你說它是衝著NVIDIA來的 所以它相當有自信 你看它這樣有自信的畫面裡面來說 它當時也展示了相關的這個技術 它就說你看 我們用一個所謂人工智慧的這個語言 來開始說 它就幫我們寫 它用這個晶片去RAM 用類似CHETGBT的語言去幫我們RAM RAM出來之後它就說 你寫有關於這個 這個所謂舊金山的一首詩 結果它就真的寫出了一首詩 所以它其實也是可以的 等一下它沒有作弊吧 它現場講 你寫一個San Francisco的詩 它就寫出來了 所以它表示什麼意思 表示我在這個所謂深層詩的人工智慧裡面來說 我跟NVIDIA其實是有拚的 那事實上後來很多專家去拆解它的晶片之後 發現它的功能大概跟NVIDIA大概有八成到九成左右 因為它的軟體比較差 但如果軟體能夠跟上的話 搞不好它是真的有可能會跟NVIDIA不相上下的一個狀況 而且你之前特別強調 F345上面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晶片是賽林斯所設計的 而當時我們剛剛講的AMD就特別花了三百億 美金去買了賽林斯 是 大家講你為什麼這樣超額的買 對 你說當時就是為了進到AI的世界 因為賽林斯是有能力進到AI的 而且我就講事實上目前為止 NVIDIA跟AMD的策略不太一樣 NVIDIA還認訊的方法是怎樣 我去買一些下游的公司 應用端的公司 但是呢其實蘇之鋒是用的 我去併購同業 而且跨入不同的領域 像FPGA晶片 他收購了賽林斯之後 他為什麼要收購賽林斯 抱歉賽林斯的晶片是用在什麼 F35 F35是什麼 軍工 軍工有很多無人機 無人飛機這些東西 我可以跟我的AI互相振合 所以賽林斯被他買下去了 所以他找的是不同路 所以他們兩個 現在其實是都在深入的在耕耘之中 但是無論如何 你要收購賽林斯或是怎樣的話 重點是什麼 你要來獲得台灣的台積電的 所謂的COWERS的晶片 最重要的晶片技術 這個就是他們兩個能夠勝負的 最重要的關鍵 所以你說 今天不管蘇之鋒 不管黃仁勳 來到台灣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台積電 而且 你說蘇之鋒跟張忠某的私交非常好 他們兩個現在要怎麼樣 拚說我跟台積電誰的關係好 那當然了 我們就講黃仁勳不用講 他是這個張忠某董事長 兩個情同父子 那目前為止 他也是台積電非常重要的客物 那蘇之鋒也是啊 他想說 那蘇之鋒跟台積電有什麼關係 我跟他講一個非常有意思的 他跟張忠某董事長 都是MIT的電機的這個學士啊 他們唸的同一個學校 等於是同一個學校的學長跟學妹 那你知道後來 兩個都MIT的 對 那你知道後來蘇之鋒去什麼地方 他第一個工作 他去德州儀器啊 那不是也是 也是台積電 只是說他們兩個沒有互相重疊到 但是你想 我去德州儀器 我又在這個MIT 那你一定很少就認識他嘛 所以他們兩個當然有非常好的私教 再來我跟他講一個最厲害的 出資訪 我們也不要看他說這個樣子 他是拜登的這個科技顧問啊 那拜登 他是拜登科技顧問 對 他是拜登科 而且他是美國 拜登介紹他的時候說什麼 他是美國一個非常重要的半導體的專家 那你想說他到底有什麼樣的半導體專家 我跟他講兩個小故事 第一個小故事之後 我們有沒有聽過一個叫做同志成 所以同志成2002年的時候 那時候台積電能夠擊敗聯電就是因為 台積電立主 當時立主說我要在同志成上面 我要自己製作 對自己製作 這個同志成是誰提出來你知道嗎 就是蘇之鋒提出來的 他當時就說他開發 因為當時是IBM第一個提出來的 他就說我認為了用銅來取代鋁的導線 是他主張的 所以當時候就為什麼 所以台積電是用他的主張 打敗聯電 應該這樣說 這個主張後來台積電採用 只是台積電用的是我自己的技術來研發 但是我們當時的聯電就是用說 那我跟IBM互相的合作 所以因為這樣子才拉開一個狀況 但是這個重點在什麼地方 因為他提出這個所謂同志成之後 他還有一個叫做SOI 絕緣體上層負系的技術 目前為止這個技術是 所有的半導體都要用到這個技術 他是擁有這個專利權的 所以他其實是相當相當厲害的 所以蘇之鋒不是軟體設計很強 他是硬體非常厲害 然後除了這個之外 我剛才講另外一件事 大家有沒有玩過這個PS5的晶片 PS2的晶片 PS的晶片 事實上是蘇之鋒 他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真的 為什麼你看 當時IBM跟誰 跟Sony還有東芝互相合作 合作之後他們就說 我們當時要打敗當時的任天堂 我們要研發一個新的晶片 他就提出了一個 是有微處理器的架構 用在PS的遊戲主機裡面 結果後來完成之後 大家驚為天人說 怎麼有這麼好的功能 所以PS之後才能夠跟AM 就是所謂的 這個所謂任天堂互相的PK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非常厲害的人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AMD 所以他的工程專業這麼厲害 他是一個標準的工程師的性格 他的產品非常非常的了解 難怪這麼低調啊 對 然後他又不喜歡輸 所以我才說嘛 目前看起來的話 他似乎是沒有跟他差距很大 但是我覺得 所以他說我喜歡贏的感覺 朱思峰絕對不是可以小看的人 我認為他的佈局 他的眼光 經過三五年之後 我覺得或許 這一場戰爭會出現 不太一樣的格局 而且你想想說 如果要打這場戰爭 跟他講 戰爭之前要高主強廣基良 廣基良 我就要準備所有的武器 他們來台灣 就是來穿木器耶 當然啦 互相要鞏固自己的這個供應鏈之外 那目前為止來說 AMD當然也有準備非常多 因為我們知道事實上 NVIDIA能夠獲勝來說 主要是他有一個 QDA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軟體 那現在他也要弄一個 自己的軟體 叫ROCM的這個軟體 也就是說我也要軟體 軟硬體 不是只有打硬體戰 還要打軟體戰 所以我才說嘛 這兩家公司 現在呢 我覺得檯面上 這個所謂AI晶片 就是這兩家公司了 只有這兩家嗎 其他都差距太遠 那不是想說 Intel也想進來啊 不是講說Amazon也要進來 不是Google也要進來 不是大家都要進來嗎 應該這樣說啦 目前為止通用型的話 就是這兩家公司 Intel也很想進來 Intel這幾天 那個基辛格 跑到中國大道去說 我有一個高地 第二版的這個東西 可以讓你們用這個 所謂的這個AI的生成器 可是問題是 他這個高地 他在海外有發表 他在海外根本賣不出去 賣不出去 他現在只能夠說 我燕哥 因為他跟人家差太多嘛 所以才跟你說 未來這個AI生成器裡面 就注定就是AMD跟NVIDIA 兩家公司互相對抗 那所以蘇之鋒 為什麼要現在開始 低調的滑水 我覺得假以實至不出五年 我覺得這個戰況 可能會異常的激烈 好 會成 剛剛講的 你剛剛開始打一場戰爭的時候 我們要講 我就要開始準備 所有的資源 備糧 備人 所有的資源 結果我們要講的 兩個人 黃仁勳跟蘇之鋒 都來到台灣 我聽你講才知道 原來為什麼他今天去南科 原來我們的科學園區 非常有玄機 你不要以為說 科學園區去蓋幾棟大樓 很多的公司進去 科學園區最厲害的 最神秘的 是它的地下世界 而且它的地下世界 都是跟港口連通的 是啊 寶傑哥 其實這個禮拜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新聞 台積電不是宣布嗎 它的高雄廠 那個2奈米 本來是要做28奈米 現在直接變成2奈米 要在那邊 為什麼 因為很重要一件事情 是高雄原本是我們石化園區 石化園區裡面 有非常多的地下管線 而這個地下管線 現在都還存在 你知道嗎 當台積電要生產7奈米 以下相關的一個製程的時候 有一些氣體是絕對重要的 像是氫氣 而氫氣這種東西 你如果是像一般車子 來輸送來輸送去的話 它很危險 但是 它很容易爆炸 對 所以你知道 現在在目前為止 而且過去因為高雄是石化園區的關係 所以它下面剛好就有一些相關的 氫氣的管線 這氫氣的管線 是可以從小港的一個港口 直接弄到了鄰園 直接經過了大盛 然後未來可以通到台積電的後進廠區 所以你就知道 為什麼台積電要落腳在這邊 有一個很重要的關係 因為當你在氫內米以下的話 你氫氣 尤其是高純度氫氣的使用量 就會越來越大 難怪高啟權 高啟權在中國它是紫光 它是整個所謂長江存出的負責任 就要現在來到台灣 他說他現在回到台灣了以後 他要去拼700 拼特殊氣體 對 特殊氣體 這種東西非常特別 你說它的價格高嗎 其實不高 但是光是一個3000萬的一個特殊氣體 每月才3000萬 它可以影響的產值 是晶片廠的大概300億的產值 因為講一個例子 目前為止全世界都知道 烏克蘭產生最多的一個什麼 奶氣 奶氣是半導體裡面一個 也是不可或缺的一個氣體 而全世界有高達8到9成奶氣 全部都是由烏克蘭這邊掌控 那因為現在的 惡物大災的關係 所以過去這一段時間 奶氣就是短缺 奶氣不足 然後韓國他們也要開始拼自裁 現在也是台積電就宣布 在去年底今年的時候 要攜手台灣的氣體廠 全力供奶氣自給自足化 然後他們就跟你舉例 他說奶氣這種東西呢 如果你以晶圓廠來講 月產4萬片的話 我可能這個氣體廠 一個月的營收 頂多才3000萬 但是你只要少供這3000萬 裡面的三成的奶氣 我有三成的晶片就出不來 所以呢你就知道 這個奶氣雖然它價格不貴 但是它影響的是 後端的晶片的幾百億的產值 都會因為這個斷氣而受到影響 所以台灣雖小五臟俱全 剛剛講到的 今天我的半導體 雖然這樣 今天ASMO也在台灣 我也有一個研發中心 今天台積電我可以製造 我連什麼光照 我所有都有 現在剛剛講 包括什麼純的這個二氧化 雙氧水 你說現在連台灣 台灣連氣體都可以製造 代表說半導體所有的東西 台灣都可以自己做了 是 從上中下游 就連材料 就連氣體 我們台灣都可以拼自己自足 鋼鐵到烏克蘭是全世界 奶氣出產最多的國家 為什麼是烏克蘭 因為它有一個歐洲最大的煉鋼廠 叫亞素鋼鐵廠 而奶氣是怎麼出來的 奶氣是從亞素鋼鐵廠出來的 是 因為在金屬 在一個鋼煉鋼的一個過程裡面 它必須要把氧氣給淳化 在氧氣淳化的過程裡面 它就會產生氮氣跟奶氣 而這個奶氣其實就是它這個副產品 各位 我們的中鋼在哪裡 高雄 對 所以就非常有趣的就是 因為高雄過去是我們的石化重鎮 以及煉鋼重鎮 所以它反而這個氣體地下管線 成為現在這個半導體重鎮 一個不可或缺 甚至可以是拼過其他國家的秘密武器 因為這些氣體其實在整個半導體生產過程裡面 都有一個非常重要角色 就以剛剛講的一個氫氣為例 你知道嗎 就是台積電它在氫耐名以下的話 它必須要用那個氫氣 尤其是高純度的氫氣 然後每秒五萬次的夯級 夯級液態錫 把這個液態錫變成是氣體的 每秒五萬次 對 把錫變成氣體 變成氣體 然後再變成是跟氫氣一個結合 變成氫化錫 然後再氫化錫就可以在半導體的一個 不管是清洗或者是一個石刻的過程裡面 它都會變成是半導體不可獲取一個特殊的液體 難怪人家講說半導體裡面那個管子都是毒 然後最重要一件事情是 這些東西氣體它為什麼被稱為是工業的血液 因為你缺它不可 缺它不能 所以它這個產量也許不會很多 產值也許不是很驚人 但是它就是你不可缺少 如今本來以前我們都是靠很多海外進口什麼的 現在台積電就是攜手三浮化跟金城科 這兩家氣體的公司全力要力拼 把這個過去仰賴外國進口的 慢慢提升台灣刺激率 好 台北 剛剛講的是 黃昀勳跟舒子鋒來到台灣 都是要去搶單子 也就是我剛剛講我要來搶產能 搶產能最關鍵的當然就是台積電 但是你說台灣有很多 雖然看起來我們並不清楚 但是它是不可或缺的非常重要 比如說這個產業鏈很多東西缺一不可 沒有想到這些產業鏈台灣全部都有 寶傑這個是我們說這個武林至尊 NVIDIA這個如果說這個AMD不出誰與爭風 我告訴各位 他們兩個一個是以天見一個是屠龍道 而且這個地方是一個共辦效應 共辦 NVIDIA這個先來台灣 然後現在AMD又跟上來 兩個颱風捲在一起的時候 那個外圍環流已經掀起台灣 這個AI產業的千堆水 而且很多本來是我們認為說 好像是毫不起眼的可能是你不起眼的 沒有想到說它有一個新的發展 譬如說我們六月份來的時候我們講過 那個靜默式的 液冷式的 我們照著講廣運 對 廣運漲了一個月到現在還在漲 等於說市場上還在討論這個 所謂靜默式的一個冷卻的方式 以前我們的冷卻就是用風扇 用氣體這樣慢慢吹吹吹吹吹 等一下吹已經不行了 我要用液體了 而且它以前是做自動化 當然自動化有什麼了不起 這個就是現在產業的一個變革 那今天我告訴各位 今天蘇之鋒他當時為什麼會把虧損的這個AMD 把他反敗為順有兩個關鍵 第一個他把他引導到這個所謂的 一個伺服器的方向 第二個他做了一個大動作 他跟那個格羅方的有沒有 他把他100億丟給你 我解約我就是要台積電 只要台積電 對我解約我大概台幣100億 對我解約我賠給你 我就是要台積電 所以造就成現在這個整個的AMD 一起來跟競竹跟NVIDIA競竹 而且他們這一次來台灣 為什麼他要緊跟著來台灣 因為這個NVIDIA 這個黃銀勳 他已經包了很多的產能 包很多產能 他不趕快來還來得及 對他不趕快 而且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三星每次都在喊一句句話 你們台灣三星每次都說 我們技術也好 沒有錯 三星也會做高階的制裁 可是他插在一個系統的地方 插在一個良率 來我跟各位講 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 台積電自所以能夠笑傲三星 就是在這個所謂兩塊 一個叫做COAS先進封裝 這個我們節目討論很多了 對不對 一材質堆疊 再來第二個是 大家沒有注意到 就是台積電這個地方 他自己做封裝 做不夠的才分一些給日月光 可是有一塊喔 台積電是交給這些廠商做 這些廠商以前大家認為說 哎呀你太昂貴 現在是怎樣 不斷的不遺餘力的 在做擴產的動作 這個叫做什麼 先進的一個介面測試 探針卡測試 探針卡 我問各位一個問題 為什麼台積電 我們剛剛也有提過 台積電為什麼本來高雄要做28奈米 突然間變成2奈米 2奈米 需求嘛 等於說大家都 不然怎麼會跳到2奈米 他為什麼不跳 所謂的4奈米 3奈米 表示2奈米有市場 對就是高階的 高階需求已經很 等於說需求非常的大 那這個良率 就是我們打敗三星的關鍵 那你看喔 最近有一些 我們說台北股市裡面 有一些公司 在創掛牌新高 什麼叫掛牌新高 掛牌第一天到最近買 你都是賺錢的 你看這些公司代表什麼公司呢 包括了先進風裝裡面 有些掛牌公司裡面 包括了像這個所謂的一個 星雲 7月12號 7月17號創新高 紅碩7月12號創新高 COAS都是COAS 紅康7月14號創新高 都是7月 這一個多月以來都是 極速拉抬創新高 對 然後你看喔 等一下 原來我們要做COAS 不是只有一個 不是只有一家公司 紅碩 星雲 紅康 都是做COAS 而且就是最近用高角度 極拉創新高 掛牌新高 代表什麼 這個東西大家很看 還有下面這個地方 你看這個叫做 旺系跟隱威 這兩家公司做什麼 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提的 這個探偵測試 大家看 這好像不太了解 探偵測試 他們都掛牌新高 我跟各位講一個新聞 6月14號的時候 隱威在高這個新廠 台灣的這個第二個新廠 成立了之後 成立了結果你知道 NVIDIA AMD 趕快派員來恭賀 台積電之外 NVIDIA AMD 派員來恭賀 大家不要小看這個地方 為什麼 我給大家看一個產業圖 我們來看看 螢幕上一個產業圖 傳統的製造過程是什麼 我先做一個矽晶圓 然後我再來做封裝 我再來做一個測試 那如果說這個地方 對 如果說我今天 你把那個黃色那塊 先把它遮起來 那如果說傳統 傳統就是說 我到最後測試不行 我打掉重臉 各位現在我們是做 EUV grade鑰匙 現在高階製程 你知道嗎 平均一個12吋晶圓 高階製程一片 製造的過程成本是多少 2萬美金 2萬美金台幣60 你做錯打掉了 就是60萬就沒有了 所以現在 加了一個黃色這個區塊 把它插進來 叫做探真卡測試 也就是說 這樣子就可以這樣 增加良率 各位你不要看喔 加了這個探真卡測試之後 如果說你原來70%的良率 可以提升到90% 在那個良率 1%分秒必爭的半導體世界 加了這個東西 可以增加這麼多的良率 對 而且你看上面那個圖 探真卡測試就是 一個卡喔 一個卡上面有密密麻麻 搞不好有1000支以上的 這種細微的探真 1000多支 對 有細微探真 而且它是客製化 針對不同的經驗客製化 可是各位 探真卡測試的股票 就是這個 對 一檔一檔探真卡的這個廠商 測試一個一個創新高 那你認為說 最基本的探真 就是探真卡所需要探真 會不會跟著水漲船高 這就是我跟大家報告的 有一個毫不起 大家也都認為說毫不起眼的 叫做我們台灣的廠商 叫做中探真 它就專門在做探真的 而且它涵蓋的層面非常廣 以前它一開始做什麼的 做蘋果的這個所謂的 導播給大家看一下 譬如說蘋果這個耳機 這個接觸裡面 這個很細微的有沒有 這個東西很細微 金屬 那個有彈性的這個金屬 這也是一個細微探真 他以前做消費性電子 後來他幫台積電 就是做那個探真卡測試的探真 等於說他拿到規格 大家都要用他的探真 半導體的探真卡的探真 對 他以前是做金屬卡榫 對 一般的探真 金屬卡榫現在可以做這麼厲害 對 包括這種消費性電子 也包括了半導體測試 探真卡所需要的探真 還包括了什麼 特斯拉細菌不是講要快充嗎 要大電流對不對 快充大電流是兩個關鍵 一個是電源晶片 另外一個是什麼 大家看畫面上面 你看各種 我管理什麼日本龜 什麼歐龜大陸龜 不是各種奇奇怪怪的形狀 是中間那個孔洞裡面 那一根一根的針 那個硬體才能夠造成大電流快充的 穩定的關鍵 就是除了電源晶片之外 就是這個 所以說呢 他包括了台積電 包括了特斯拉 包括了蘋果 都是他的客戶 還包括了像Gogoro 所以說他的應用層面非常廣 大家已經以為探真有什麼了不起 已經不是你想像的工業用的探真 包括了半導體 電動車的快充 包括了這個所謂的一個 其他的運用項目 其實在AI的世界來的情況 有一個一個的廠商 像我們之前講的廣運 像現在的中彈症 都會一個一個隨著這風潮風起雲湧 好 在這個AMD跟NVIDIA AI世界爭霸戰的時候 我覺得AMD釋出一個非常有趣的訊息 他說沒有錯 我們現在跟他差距很大 現在在這個AI晶片的市場裡面 NVIDIA在96% 我們只有在1.9%不到2% 可是他說 有人不樂見 NVIDIA獨大 不樂見他們需要有一個第二的第二選擇 這個第二選擇 這個時候有人就講說 黃仁勳最近不乖 黃仁勳最近在講說 你不可以讓我的東西 不能賣給中國大陸 我就是要賣給中國 你說在這背後 這兩個的爭霸 黃仁勳跟蘇之鋒的爭霸 NVIDIA黨跟AMD的爭霸 有美國的影子 對 你知道之前不是NVIDIA 他們說什麼A100 A800 那些所謂的晶片 高端的 是不是留在美國 然後呢這個低端的 可以賣給中國 有這樣的後來 美國政府又說 你低端的都不能賣給中國 有沒有 其實重點在哪裡 本來是A100 H100 不可以賣不可以賣 但你的A100 H800 A800 H800可以 現在連A800 H800都不可以了 對 為什麼不可以 因為美國政府注意到一件事情了 你這個在商延商的美國企業 基本上他們是以資本主義掛帥的 然後你可以賺錢 我當然去哪裡 當然美國民主黨 特別又講求自由貿易的 不應該去阻擋才對 但是涉及到美國國家安全 跟涉及到美國的這個 霸權利益來講的話 他就不需要做這件事情 而且美國常常會 幹一件事情就是Balance 就是所謂的平衡的概念 平衡 假設如果說 舉個例子 比如說中國太強大了 他就是把日本扶持起來 去應對中國 日本如果太強大了 我就扶持中國去搞日本 所以他永遠在兩個Balance 中間大家都有求於美國 同樣的意思 他對於這些資訊產業來講的話 NVIDIA或是AMD 他們如果 現在AMD是最 比較弱勢嘛 所以美國政府開始 可能要扶持他 對抗NVIDIA 一定是這麼幹的 一定是這麼做的 否則來講的話 為什麼蘇斯坊會講說 背後有人不願意樂見他獨大 NVIDIA獨大 因為這永遠也不是一個 美國他們的政府思維 他們一定什麼 平衡處理 所以現在如果能夠 我以為說只有蘋果的庫克 搞這種遊戲 你說美國政府也搞這種遊戲 美國政府常常搞這個遊戲 所以對他來講 你看現在來講 為什麼會有人在抱怨說 這個NVIDIA 他想要賣東西給中國市場 其實馬斯克也是這麼思維 但為什麼美國開始 又在教訓馬斯克 你不能這麼幹 如果你拿了我的錢 拿了我的補助 拿了這個所謂的NASA 這些相關的計畫 你就不能跟中國做生意 其實有很多很多限制管制 如果你叫不停的話 美國自動會去扶持另外一個企業 來打擊你 所以這個時候 其實要擔心的是黃仁勳 而不是蘇之鋒 因為蘇之鋒 他現在是其實背後 應該有美國政府的支持 我們上次在談鬥志 NVIDIA 他說業績居然大漲 業績大漲就代表 AI已經不是空中樓閣了 他已經是活生生在你的眼前了 訂單都已經在手上了 所以你說 那代表什麼 AI時代的來歷 而AI時代的來歷 黃仁勳居然就來到台灣 沒錯 你說這個AI已經進到了台灣 而且這兩天 今天光今天 10億美金投資台灣 就是投資AI 而且說現在 AI跟台灣綁得越來越緊了 黃仁勳 或許就在今天晚上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數字 就是黃仁勳的NVIDIA 在今天的美股 會突破市值1兆美金 這是一個破天荒 所以很多人就說 AI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我跟他講 百分之百是真的 因為一家公司 不會憑空炒作到1兆美金 兆元的價值 所以他NVIDIA告訴你 這個AI時代來臨了 好 那是AI時代來臨來說 對台灣到底重要 當然重要 不過人家最近全世界股市 其實表現並沒有很好 我們剛剛也是跟大家講 中國股市在破底 對 香港股市在破底 韓國股市也沒什麼表現 日本股市是因為有巴菲特的加持 可是還有一個市場 台灣市場是股市在漲 台幣也在升值 這是亞洲唯一一個 熱錢進來 對 熱錢進來 熱錢進來幹什麼 因為他進來買AI 因為台灣有最多的AI股票 黃仁勳在Computex 說台灣有最多的AI股票 他在Computex講 點名了二三十家台灣的廠商 那包括台積電啊 創意什麼全部都大廠 所以大家都知道說 真的要買AI 只有台灣這個地方 所以台灣股市 為什麼最近會大漲 完全都跟AI完全有關係 那好 那事實上 我跟大家整理一下 黃仁勳他有兩場演講 一場在台大演講 一場在這個Computex演講 他講了一些數字 我告訴你這個數字有多可怕 數字 他說什麼 他跟台大學生說 未來幾年的時候 所有的CPU都會被GPU取代 所以未來我們的電腦 都要換一個換成GPU的電腦 他說這是一兆美金 十年一兆美金 這是台灣的機會 因為台灣專門在做電腦的嘛 對 第二個 他在Computex說什麼 未來五十兆產業裡面的 所有的工廠的製程 還有所有的東西 全部都要用AI導入 所以他說的是五十兆 各位 我講的是美金喔 五十兆美金喔 他這些都是美金喔 再來他還講一個 有數兆美金的 數兆美金的醫療產業 所以你加起來 黃姐這些加起來是 五六十兆美金 那這是什麼意思呢 我們曾經講過電動汽車 電動 電動車的話一年六兆 六兆 他是六十幾兆 所以你就說這是真的還是假的 當然是真的 只是這個浪潮 才剛開始而已 哪位 連巴菲特 連張宗諾諾講說 現在NVIDIA有十年好光驗 當然是這樣 所以在這次講 他這次來台灣 為什麼要來台灣 他說過去呢 是我買台灣的東西 他買台灣什麼東西呢 買台灣的這個IC 然後把台積電的服務 然後同時把晶片交給台灣之後 這個技嘉做成伺服器廣達 做成伺服器再賣給我這樣 他現在做什麼 他現在說我賣給你 為什麼他要賣給你 因為他要賣給什麼 精品 能源 零售 食品 金融服務到科技業 全部我都可以賣給你 因為你未來都要AI化 所以他講得非常清楚 我們成立一個叫做NVIDIA AI Foundation 就是你呢 未來你任何流程都會透過AI的方式 把它完全的改善 我講一個 講一件事給大家聽就是 我們前陣子不是講到說 2奈米的時候 台積電不是要跟NVIDIA合作嗎 不是要導入他的AI嗎 他就是要賣這個給台積電 過去我是買台積電喔 現在我是把這些AI技術賣給台積電啊 台積電在2奈米就可以做得更快 所以他就是要把這些技術 反向賣給台灣跟全世界 難怪台積電也不爽 我說我賣你一個晶片 600塊 結果你賣給我20萬 我們還是朋友嗎 所以我就跟你說 他現在是要反向賣給你 就是不一樣的這個狀況 而且你很講 台灣其實是一個工業黨 台灣其實很講的 你現在精密工業 你今天在這個半導體 你今天在這個石化 我們的工廠在全世界都數一數二的 所以台灣有很多的工廠 對 台灣就有很多需要AI的地方了 他這次在Computex 不是這個王文淵台積集團 就王文淵去了 那為什麼他要去 因為很簡單 他要看看說 到底AI能夠為我們整個工廠 帶來什麼樣的變化 這就是他想要學的 那你說只有台積會這樣想嗎 所有的公司都這樣 食品公司或很多公司 我怎麼把AI導入 像金融服務業 我把AI導入之後 怎麼樣增加這個判斷的精準度 所以才跟你說 AI未來是用在所有的產業裡面 所以為什麼黃文淵說的是50兆 對 這個絕對不是假的 因為未來所有的產業都倒進去之後 這個是真的完全不一樣的這個狀況 他說以前我是賣給 我以前賣給Google 我賣給阿里巴巴 我現在賣給這些雲端 對 沒有喔 現在你現在他的訂單 對 都是這些一般的產業了 對 那裡面他還講到一個叫奢侈品 我怎麼這樣講 因為很簡單 因為奢侈品業者來說它很貴嘛 很貴的時候他希望說 我能夠銷售的越加精準 像Burberry也好了 Burberry他說 你有什麼購買紀錄啦 個人風格啦 還有喜好 他都要求你填得非常仔細 填得非常仔細之後 我就可以知道 譬如劉寶傑大 走進來的時候 我就查一下劉寶傑 你過去買什麼 然後他可以 這個配合現在的天氣 跟現在的氣候 我就推薦給你說 你現在要買什麼衣服 就可以很精準的銷售給你 對 這就是他現在要用的方式 就像他這樣子之後你看 他整個銷售的這個精準度 就大幅的提升 銷售額度都非常高 Louis Vuitton也是一樣啊 他現在有很多線上的 這個虛擬購物啊 這裡要導入 他有虛擬顧問 他要導入非常大量的 AI數據才能夠知道啊 你來了之後 或是你家要什麼風格 你想要什麼樣的風格 包包 想要什麼樣東西 我可以幫你推薦啊 這就是他現在在導入的東西 這都是用AI的合成啊 另外一個 全球精品的電商也是一樣啊 他導入AI技術之後 他可以精準地判斷說 這時候目前哪個商品 是大家都要的 我趕快買一些商品啊 因為我們知道 包包有時候是流行風 它流行什麼東西 哪個地方流行什麼 你完全不知道 但是透過這個AI 你可以完全知道 全世界的發展的現況 你可以更加精準 你看奢侈品都需要這樣做 任何一個產業 都是需要AI導入 好 輝瑟 我們最注意到的是 王維淵居然帶了 台塑世保所有的主管 全部去聽黃維淵的演講 台塑在台灣的工業界 已經是武當少林 已經是泰山北斗 連他都要去取機 事實上確實沒有錯 因為台塑集團 最早從2016年2017年 都已經開始專注在 AI這一塊領域 事實上王維淵 在曾經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他曾經講過 你知道嗎 他從3000萬元協助中研院 成立一個AI學院 那時候是怎麼回事 台塑3000萬 對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中研院的院長 就是廖院長 有一次找王維淵 就跟他講AI很重要 未來台灣應該要 跨入這個產業領域 然後王維淵接受媒體採訪的時候 他就說 他就來找我 然後我們就總共聊了三次 吃了三次飯 最後我就決定 投資3000萬元 然後去幫他成立這個AI學院 然後只有一個條件 就是我們台塑集團 也要派人去上這個課 然後我們說我們要派100個人 最後我們派了406個人 所以你知道嗎 台塑已經派了406個人 到中研院的AI研究院去上過課了 對 而且你知道他很好笑 他說廖院長就開始準備簡報 三次簡報 就走到3000萬元 顯見王維淵對於這整個 一個非常投入 你現在看到的就是他怎麼 後來投入大概20幾億元之後 創造出到目前為止 光是所謂的專案改善 就已經有50幾億的 這是台座 對 台化 台化工廠 他就是一個那個 他這個叫做他們那個 紡織的一個原司 然後他現在裡面 全部都透過這個AI的一個工程 就是無人化的工程 然後就是他們 他就講到說 我們現在這一些 我們都進到那個檢查站裡面 然後我們把這個整個作業流程 都不會有人去碰到他 整個工廠裡面 就靠著這個機器在進行做 這是無人工廠 無人工廠 事實上他們這個無人工廠 最早在南亞也有 他們現在已經跨到這個台化領域 所以他就說我們無人的這個 車子的開始去運載 這一個就是紡織的 完成了這些相關的產品 然後就透過 他就告訴你 我們整個機器的過程裡面 以前工廠這裡面都是人 我們現在可以透過這種 AI的技術裡面 南亞的工廠裡面 本來要三四個兩個人 現在只要兩個人 一個看著那個監視器 一個人在操作 你說什麼 三四百會出兩個 對 那是南亞 之前的一個塑膠管工廠 然後嘉義的塑膠管工廠 而且他們在2016年2017年 就做到這個地步 現在這個是台化工廠 也已經開始自動的存取資料 可以入庫 所以你知道它未來就會變成 他們就說這個投入的好處是什麼 第一個你可以降低成本 第二個你可以提高生產的品質 第三個最重要的 你可以把這個可能的 公安的危險的風險 馬上降到最低 因為他們所有 全部都建立一個資料庫 然後所有又變成一個大數據化 他們後來你知道 裁作集團曾經發生 一年發生過七次火災 那你知道他們發生七次火災 有一個非常重要的關鍵是 他們就是 就算你每天都派人去巡 可是它很多的管架 很多的管線 都是在那種卡住的情況 你人這樣巡的過程裡面 其實那管線你是看不到的 所以它就變成很多管線 在鏽蝕之後 他們有一些液體就會露出來 露出來它下面的管線 可能是高溫的 所以就因為這個液體 鏽蝕露下來之後 就爆炸 就開始燒火 所以他們現在 全部透過大數據化 你知道它可以做到什麼地步嗎 這是我以前聽他們講過 他們全部把它投入到 這個大數據化之後 他就可以去分析 這個管線已經用多久了 這個管線裡面的溫度有多高 然後就這樣 他就可以去查出那一些 風險性最高的地區 風險性最高地區 他就會去透過他的偵測系統 然後進行相關的去模擬化 然後他就可以及早 把這個管線先汰換掉 不管現在都沒有 我們這個火災爆炸的 對 就把這個風險先提前 預測這個風險 然後把它降到最低 然後這個他們叫做一個 所謂的異化管理 就是你這個地方 可能會產生一個異向變數 我就這個異向變數 產生風險之前 我先把它替換掉 所以他們未來會投入 更多的一個 譬如說這樣 台塑網Smart的一個 群檢系統就是這樣 它就等於事先 對它等於事先 而且呢以前是這樣子 以前 譬如說我去簽到 對不對 我要去看ABCDE的管區 你要知道台塑集團 整個六七十兩千多公頃 那你說你去巡管 又是知道的 你說你留保證 你去查詢 我怎麼知道 你到底沒有去查詢 現在他們有裝了那一種雲端的 然後身上有相關的配備 你有去沒去 都不用搞 都不用話 都不用笑話 我把雲端我就揪出來 我人家都知道 都知道 所以他們就透過這樣的方式 真的就成功的 把這個風險給降低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台塑集團 這麼注重這個AI 控制跟管理化 因為這個一套 如果真的可以全面落實的話 可以把這個相關的風險 降到最低 現在以前講的點時成績 現在是點AI成績嗎 可是我不懂 我今天聽記憶家 我看到很多的報導說 我們做別人 跟我們做到AI 價格可以差到五到十倍 不就同樣的做機殼嗎 不讓你同樣的做這個 所謂的制服器嗎 或是同樣的做晶片嗎 為什麼你做AI的晶片 會比你做一般的產品 會這麼多呢 我舉幾個例子 我先給各位回想一個新聞畫面 昨天有一個年輕人 拿著一片那個卡 給黃仁勳簽名 你說那個二十萬 對 那一缸卡就二十萬 大家懂我的意思嗎 為什麼 他有很強大的功能 那另外有一個 我看上一片 他聽說我聽說那個是六萬 那是比較簡單的 好 重點是 保安傑 你知道那個技嘉的伺服器 為什麼會 他說可以比別人十倍到二十五倍 最近大家可以去展覽去看一下 或者說你有空到官網站 你說技嘉如果做別人的 跟我做這個NVIDIA的 差到十倍價格 各位你想想看 技嘉有沒有做過筆電 你有沒有想過筆電 有啊 他沒做過贏得了雙A嗎 技嘉的這個 所謂的主機板遊戲的卡 他比得過其他電信嗎 可是技嘉就是在這一步 他很早之前就切入AI 我舉個例子 現在你去看看官網上 或是這一次的這個 Computex展覽 我們說要靜默式的 這個所謂的伺服器 也就是說 我們原來一般的晶片 一個晶片產生大概 平均兩百五十瓦到三百瓦 可是現在AI的晶片 一片平均大概是七百到八百瓦 你看差這麼多 怎麼那麼燙 那這樣的散熱 不是你用那個風扇 在那邊打就可以了 所以現在最新的方法 如果是你像圖書館那種 資料中心 是用所謂的牽這種 所謂的藝人管 但是你這種小型的 這種所謂的伺服器 上液 你知道整個裡面是 放在液體裡面 各位你不要搞清楚 放在液體 對 我的主機板要放在液體裡面 整個要浸在液體裡面 那個液體不是普通的水喔 電子產品放在水裡面 那還得了 對 早就觸電 早就掛蛋 這個地方它是用跟3M 特殊的不導電液體 所以說有這麼多 液體不導電 對 我再提供給各位 一個數據 今天黃人軍 他這個新的一個 所謂的一個 這個 等於說 這個DGX 這個200的這個 新的系統 比上一代的 光是在記憶體的一個需求 容量就多了500倍 那我問各位一件事情 你今天AI 為什麼 我計算的快 所以說我計算的快 我難免會產生什麼功率 我就會散 就會熱 所以我需要高的散熱 我需要這種液冷的 新的這種技術 好 第二個 我計算的快 我速度 我傳東西 我丟給你位置要很慢 沒有用啊 所以我就要什麼 我需要很快的高速傳輸 像高階的光纖染線 對 再來呢 譬如說我今天整個的一個機殼 整個的一個cash 等於說我的機構 全部都要 等於說要換掉之外呢 我本身 譬如說我這個地方 我很多的需求 窄板 譬如說我的這個晶片的窄板 這個地方 也要開始來增加數量 然後還有很多 譬如說我在整個 我們說記憶體的一個容量 一個需求 我舉個例子 這次的展覽裡面 有一家公司叫做宇瞻 宇瞻 它也是跟這個技嘉一樣 搭配到這個AI的伺服器 很簡單啊 它的記憶體是 本來用在公規的 它可以用在 零下40度到85度 這樣的一個所謂的寬溫帶 那如果說我今天我AI 我產生大量的熱 我用到這樣的 而且它又支援DDR5 也就是說你以前舊的規格 已經來不及了 來不及供應這個速度 但我每一樣東西 規格都改變 對 這個我就建議用一個白話文的道理 來跟各位講 我以前用過Sony的電視機 那個CRT好棒 都不會壞 最後壞掉是因為遙控器壞掉 接受壞掉 那我又捨不得換 可是我看大家都在用液晶螢幕了 那等於液晶螢幕整個是換掉的 等於說是整個改槽換代 整個規格換掉 整個技術升級 所以當然會比較貴啊 剛剛講的AI供應鏈 產業鏈就在台灣 對 所以今天10億美金就進到台灣來了 對 各位 你不要以為說只有台灣在封AI 我就舉兩個非常有趣的例子 今天台灣有一檔股票 我們說 因為鴻海它旗下有個公司叫 這個 鴻百 對 鴻百 它是工業不連下面百分之百的公司 鴻百就是跟這個所謂NVIDIA 有開始有幫它做AI伺服器 結果鴻百沒有掛牌 今天漲到一張股票叫百鴻 百鴻 百鴻是做什麼 所以這個百鴻跟鴻海沒有關係 百鴻跟AI也沒有關係 對 它只是鴻百 百鴻兩個名字轉過來 對 那兩個字完全一樣 而且它的百又是有人字旁的百 它就是兩個字不一樣 顛倒過來 它是做LED的 對 市場上不知道在慌什麼 就是把它鎖掌聽板鎖上去了 鎖掌聽板 對 我告訴各位 還有一個更誇張 美國 大家知道嗎 寶傑你知道嗎 美國更誇張 美國在之前這個故事是怎麼來的 美國是在禮拜三的時候 盤後NVIDIA大漲28% 禮拜四果然漲了25% 結果禮拜五是漲了28% 禮拜五的時候 它開始只漲2% 可是 廢伴漲了6% 為什麼 因為在這個地方 有一家公司叫做Marvel 這個翻譯成麥威爾 或者是翻譯成美軟 它漲了32% 為什麼 它只說了一句話 我們這AI晶片可能在2024年 會有一倍的成長 他沒有端出任何業績 他就講了這句話 漲了32%